嗨 各位 歡迎來收看懷緣的週間廢話時間 我把影片切過來喔 如果看到很醜的年紀不要被嚇到 嗨 各位 歡迎來收看懷緣的週間廢話時間 今天是我的攝影棚的第一次 ZO OK 所以我想說來快速拍個影片 來介紹一些東西 所以這一集 本來是有約朋友要來做一些 對話式的聊天 不過後來發現 他今天剛好沒有空 所以今天想要跟各位來介紹 那我今天剛好收到一個東西 我開直播我看看也好 那我今天剛好有收到 一支新的筆 From Ross Pence 那我開銷 那這是一間還蠻有趣的公司啦 它是 也不是公司的一個 製作者 他本來是在 ETSY看到他的 那 不過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這個 但是他上面那個站 好像已經不賣 因為他覺得他 價值太多 所以他現在說直接透過IG的方式 他有蠻多 筆的 所以我也不確定 這支到底好不好 那我這支買的是他的 用PICK這個材料做的筆 讓我找看看喔 PEEK 應該是這一支吧 它是PICK的 風騰Pen 那PICK這個材料其實蠻微妙的 它其實是 比較少見的材料 PEEK PICK 它其實是一個 複合材料 那 主要特色就是 耐高溫 然後化學性質非常的穩定 所以比較常見的是在一些比較高溫的環境上 會用到它 那我會知道這個材料也是透過 研究一些3D列印的時候 剛好有看到這個材料 有興趣的話可以找看看 那其實 那其實為什麼會覺得想要玩這個材料呢 是因為 其實玩3D列印玩久了 也不是玩乾筆玩久了 其實發現大家都在 類似的材料上打滾 那不是 塑膠 就什麼 汪寶龍的黑玉樹脂 然後就是 鱸牛固定 就是金屬 不鏽鑑 銅 鈦 鋁 那就是一些 比較特別的材料 像是 比較古典的材料 像是硬橡膠 塞露露 然後最多外面上一些升漆處理之類的 比較少 會看到說有人願意拿一些比較 在別的領域已經開始 使用很大量的一些材料來做 乾筆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算是蠻特別的一點 就是 它是一個 我聽過的材料 好 那在開箱之前我們來特別聊一下我們的 不是贊助商的 部分 那我最近還蠻喜歡喝口口可樂的 鮮味Plus 那它是無糖的飲料 那有 有難消化性的麥芽糊菌在裡面 所以幫助你 消化 有一點點咖啡因 但是不是很高 那今天我們就來開箱吧 我看要不要把鏡頭調 遠一點點 那如果要鑽的墨水的話會是這一罐 白晶的 Forest Breaker 森 Forest 森林黑 森黑 那 完全沒打開過 所以我也不確定 到底收到的東西會是長什麼樣子 價錢的部分 基本 大概是 兩百多塊 家運費可能就兩百五左右吧 有點貴 但是我覺得算蠻有趣的材料 所以我覺得 可以 碰碰運氣 支持一下小產 我覺得不要每次大家都買一些比較大把牌的東西 首先 一些 IG的貼紙 Ross Pen 成益 Ross Pen 三個顏色 還不錯 我好像也來印一些這種貼紙來網看看吧 Happy Male 我不知道它Happy什麼 P OK 如果有玩刀子的話 這把我蠻推薦的 這是大老鼠 加一貓死的S系列 我忘記它的型號了 快樂的信被我切開了 另外一個很有誠意的部分 真空包裝 這個應該是 食物保鮮袋吧 Full Saver 好市多有賣 那我覺得這拿來包筆好像是個不錯的選擇 好 又一個垃圾 那這個就 這應該是 砂布 綿布材質 好 還是綿布材質 好 還是綿布材質 好 砍到筆了 這罐子可以收起來 到底好不好呢 手感其實很滑潤 但是又不像 一般塑膠的那麼有 塑糙 那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像是 硬香膠 沒有拋得很亮的感覺 但是又沒有那個 硬香膠那麼 的重量 羅紋的部分還OK 蠻不錯的 那它是很細的裸牙 它是比較細的裸牙 看得到嗎 可以 它是比較細的裸牙 好 那筆尖的部分 它也不是很 它是用沒有刻印的筆尖 F尖那時候跟它要的 這裡面就是很標準車 車孔 看起來是沒有內蓋 它就一體成型 好 羅紋的部分 還可以接受 不是我很喜歡的那個T型牙 但是也是一般 算是做工很精細的羅牙了 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有一點點毛邊 那有一點點毛邊 不過這應該會隨著使用 慢慢的被磨損掉 所以 整體而言 羅紋 組裝品質 我覺得還不錯 那我們看看它 上莫的表現是如何 有一點繩子 有一點繩 這個是有內蓋的 所以要 翻一下 好 好 那窩位本身 雖然看起來沒有那麼的光滑 但是也沒有說會被 墨水給污染到 但是感覺起來有稍微吃到一點點 淡淡看起來 所以它會 有點像是 銀香膠沒有拋光一樣 它會 淺色銀香膠一樣 它會吃到一點默色 所以如果你很care這個顏色的部分的話 那可能就是要特別注意一下 把我這邊的椅子 開一下 好 Loss Pen Pick 好 整體而言 握位 握的位置剛好是在這個位置跟 前面 換大一點點 所以 我是覺得還OK 大小的部分 是稍微是有點大筆的尺寸 F F Nibs Nibs 不錯 Pick Pen 是不鏽鋼筆尖啦 所以不用太期待有什麼彈性 不過因為它筆尖很大 然後加上你的臥位 所以整體而言是一個握感比較 Point的 的感覺的一個筆記 還OK 我覺得還不錯 那 他們家 怎麼講呢 我覺得 留的很粗 肉留的很厚 整體而言 會推薦買嗎 如果你覺得你想要找一支這種 材料比較特殊的筆 我覺得可以考慮 因為 畢竟是Pick 這個一般很少見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要找一支 你如果沒有試用過的話 我會覺得你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它這支筆的 CP值是有點低 如果你不是很堅持 這種很奇怪的材料的話 我會覺得 可以不用考慮這一支 那我可能是 但整體而言 這個材料摸起來的手感 比想像中的好很多 當然 摸起來的手感有點像以前在摸 我媽家人的時候打牌的時候摸媽家的那個牌的質感 就是 很滑潤的塑膠的那種感覺 Practic 那筆肩就是標準 應該是Jower還是Boca Jower嗎 還是Boca 應該是Jower吧 好像有一些人叫它Win肩吧 Anyway OK 那好處就是這種筆肩的整個臥位是一個模組 所以其實可以抽換 所以其實國外還蠻多筆會 用這種方式來做的 好 好 那 這是今天新入合的一支筆 給大家做參考 平平無期啊 可是其實如果你要說貴好像也蠻貴 因為最近美金是比較便宜一點 其實這個價錢 我是覺得偏貴啦 就看你 個人的取涉 好 這筆的部分 那 順便想要 介紹一下最近筆帶有什麼筆在裡面 我把我姪母畫面關掉好了 這是我最近這一個 這陣子帶的筆 那我發現就是盡量保持這樣一個筆帶會比較好 那最近的筆大概是這一些 從最左邊開始 第一支 帕克75的平頂 那這支是平裝筆啦 那 是我蠻有 經驗意義的一支筆 所以一直在我身邊使用著 那 其實這支是我那時候爺爺給我的筆 因為 不過那時候我拿到的時候已經是破破爛爛的 就是 第一點它這個 裡面它 帕克裡面的話它有三個 金屬的爪子 然後抓住臥位的這個金屬環這邊 所以你 筆蓋蓋起來的時候會有 卡的一身 我還蠻喜歡這種設計 代表你可以 筆蓋本身不會無緣無故的鬆開來 但是也因為這個設計 然後 帕克75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臥位是 它的筆尖是320度旋轉 因為它的整個筆舌是圓形的 所以你可以去調整到 因為它是三角有三角 三個平面的三角形臥位 所以你可以確定 可以依照你自己習慣寫字的角度 去控制 帕克有說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蠻好的一支筆 可以用吸墨器 也可以用 它的專用的 也可以用帕克的卡水 讓 原專的莫男士山莫 那莫男士山莫的缺點就是你大概沒有辦法去控制說你的筆的 顏色有沒有辦法去清乾淨 有一點出來 沒關係 沖一下 那因為它是拔蓋的 所以久了 如果你沒有用的話 你的筆尖的那個墨水會乾掉 所以其實 你可以 準備一杯水 然後 放在案頭上 然後沾 沾一點水 稀釋一下前面乾乾 比較 濃縮的墨水 可以讓你寫起來會比較舒服 那要等它稍微 均勻滲透一點 好這是帕克七五 第一支 那這支也是我 算是跟我最久的筆之一 因為它大概是我 我 我那時候玩筆大概是2007年 那時候我開始玩筆的時候回去跟我爺爺 聊的時候他就拿了 就從他的那個籌體裡面 找到這支筆給我 那其實這支筆 只有 筆桿 這個 還有裡面的 筆桿的部分是原裝的 然後其實大部分零件都是 那時候找 屍體回來去拆 瓶瓶出來 不過這支也不會賣了 所以無所謂 好第二支 雷米2000 雷米2000也是我蠻喜歡的一支 拔蓋的筆 那 它是靠這邊兩個金屬點去卡住 裡面的環 所以也會有一個 卡 的聲音 那好處就是 不用擔心說 它會鬆開 然後它也可以比較勸說你有到定位 那它也沒有內蓋 所以其實雷米2000 就算一段時間不用 它的親密性其實也蠻好的 那這個筆尖我有稍微磨過 所以它是比較偏 Stumb的筆尖 是像一般的雷米2000是圓形的 那寫起來 我覺得寫中文比較有靈有角啦 那稍微會有一點點刮質感 這是我覺得還不錯的 那它是活塞筆 基本上可以拆開來洗 其實活塞其實就是大一點的吸墨器 那只是它是整支 把整支筆蓋 做成吸墨器 又不是像一般的 卡錫兩用的吸墨器是可以拆掉的 然後 彈力的筆加 第三支筆 你看到這邊就有一點點 這就比較 它就是 早期 也沒有很早期 大概就是我國小的時候 一般在文具店可以常看到的一些 日系的鋼筆 其實我是覺得這種筆 如果你有興趣去找的話 現在文具店應該找不到啦 但是我最近發現有一些 鋼筆裝賣的店開始大量的拋出來 我覺得是他們之前有在掃貨 結果發現 好像也不會再漲了 所以就把這些貨倒出來 那一般行情價 大概 2000塊上下吧 全新的話 可能再貴一點 這是全乾的 那唯一的缺點就是 它的筆蓋沒有那麼的緊 因為它是靠 抓住 因為它本身是平滑的 所以沒有什麼 它是靠摩擦體去 夾住的 所以你可能使用手要小心 一把 只有筆還在身體 身上 然後 有看到上面打印的話 它有一個 這個 這是18K WG 那 WG 是 White Gold 不是 Platinum 是白色的黃金 就是它的成分 會讓它本身顏色是呈現白色 但不代表它是 它還是黃金 K金的一部分 18K 然後 Let me see see 這是細緻 那你會看到 最下面如果 看得到的話 好像也不太好看 好吧 細緻的下面有一個 JIS的標誌 它是JIS 一個圓圈圈圈起來 我覺得日本很 厲害就是他們 那個時候有對 乾筆去做一個 規格的標準 所以他們的細緻的 粗細其實很穩定 這個 這個年代的筆 大概是780年 19701980那個年代時候的 產品 也不是說那個時候 應該說那個時候訂稿的產品 我覺得有一點 就是 做工非常的精緻 我覺得那個年代應該是 甘筆的黃金年代 就是 由 極盛 開始準備轉摔的時候 因為那個年代 原子筆還不普及 所以那年代的甘筆 是 單紅的 炸子機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很精緻的色系 而且那時候的筆 基本上我買過 品質都非常的好 那 不過拔蓋多少會有一點親密性問題 所以我會蠻建議 所以 一段時間就會需要 稍微讓它稀釋一點 但是我覺得這不是缺點 而是在於說我們現在的使用習慣跟那個年代的使用習慣不太一樣 這種筆在那個年代就是每天大量書寫 我們現在會大量的用電腦 用 手機 去處理你的文書 去處理你的工作 那那個年代的時候就是大量的抄寫 原子筆你要做 做計畫書 所有東西都是用寫的 或是用打字機 那 這個 這支筆 灌一次水 可能三五天 就會用完了 所以它根本也不太需要 氣密性那麼好 那你只要能夠三五天 那對那個年代就是 跟汽車加油一樣 一段時間定期去加油 這支筆就可以一直很正常的使用 到它 使用壽命完畢 基本上那個年代筆我買 現在可能要碰碰運氣啦 因為 有可能會有一些QC剩下的問題 但是基本上那個年代筆我買回來 都非常的好寫 而且非常的細緻 如果你想要找一個在日常生活中做筆記的筆的話 可以找看看這些老筆 好 第四支就比較有趣了 這個是很近代的筆 Namisu 我也忘記是哪一國的 基本上 台灣好像記得成品還那麼有勁 它是鈦合金 那一樣它是BOK的體系 像是我剛剛開箱的那一支 Luzpan什麼的 這是BOK 那現在筆尖大概就是BOK 史密特 那你會看到筆舌 造型有點不太一樣 那這個大概是兩大主流系統 在一般外面買筆 現在買筆的話 除了少數有能力自己做乾筆的 公司 筆尖的公司以外 大概大概 BOK的話你會看到筆舌是稍微有一點點弧度 內腰的弧度 然後 然後 一般 有人會說是什麼三洋肩 因為BOK的圖案就是一支三洋 站在那邊 那 Jowell Wing肩的話 它是比較偏突出來 它是有一點點突出來 那BOK的話會有一點點凹進去 那 沒有什麼不好 這兩家筆尖 都不錯 可是就變成說有點像是你買 現在買機械表 那除了 少部分的公司還有能力自製機器以外 你大概都是ETA 那大家就是 大概 基本上這種筆大概就是跟現在買機械表一樣 就是大家的精力都會放在做筆桿 上面 那筆心跟 筆尖跟吸墨器就是用標準的 模組下去做 那會喜歡這支筆原因就是它全金屬 做工我覺得還OK 有點重但是又不知道很不 舒服的重量 筆尖的部分就基本的BOK尖 滑順好寫 那如果你覺得不好寫你就去 找替換 或是 跟朋友做交換看看 因為反正基本模組都可以 都可以很輕易的轉開來 鬆下來 然後 沒什麼 他 唯一缺點是他沒有一個內蓋 所以你使用的時候會有一些親密性的問題 雖然他是懸蓋的筆 但是他的親密性也沒有到很好 這個我覺得 觀念要大家想就是 拔蓋的筆 親密性 普遍不好 那是因為 你會有一些鬆開來的可能性 懸蓋的筆 大家會認為普遍親密性很好 所以你可以確實的把它圈緊 可是 重點在於他裡面有沒有一個內蓋 去包住你的筆尖 如果你今天像這種筆沒有內蓋 你就算是懸蓋的 你的親密性也不一定會比 這種拔蓋的筆 放在那邊 來的好 我覺得大家可以做一個參考 那只是拔蓋很方便 拔出來直接就可以寫 蓋回去 放著 懸蓋的筆 你要有一個轉的動作 會比較慢一點點 做完筆記之後 你還要 把它再轉緊 就這樣 最後一支 就比較有趣了 這支也是我最近新拿到的一支筆 它是末將的 末將 TI200 這種筆其實很難拍 好anyway 為什麼我覺得很有趣呢 是因為這支筆 是過年前在 疫區看到有人丟出來 想說 還蠻有 去的 然後稍微Google了一下 發現一些他的一些資訊 讓我想到一些 剛開始接觸乾筆的時候的一些回憶 所以 就買 就把它買了 那他基本上是一支 自禁的筆款 最近我看末將新出的筆 都是在自禁一些現有的筆款 像是 萬寶龍的 薄熙米亞人 萬寶龍的 149 146 149 之類的 或是小胖妞 那這支也是一個 自禁的筆款 他是自禁 但是他自禁的是 自家人 就是中國的英雄100 這支港筆 他基本上 除了外殼 之外 他的筆尖跟筆色 內部是用英雄100的零件 但是我覺得他 這支自禁的我覺得有道理 是因為英雄100本身是一個 很歐 很 品質不好的筆 因為他 的 設計很久了 所以他有很多 老筆會有的問題 那在這支筆上我看到這些問題都得到了一些 改良 但是第一個就是臥位的部分 英雄100的臥位 那時候是塑膠的 品質很差 有時候這個口 非常的 不整齊 久了也會 這邊會容易裂 因為他塑膠 材質不好 那筆桿的部分 他也是塑膠的 然後 他是固定式的吸磨器 墨男夾式 所以我記得也沒有辦法換 所以英雄100基本上是一支 蠻 古典的筆 我只能這樣講 那末將這支筆在 金屬的部分都用了現在的 那麼叫現在的工藝 我覺得應該是比較接近現在的設計去 打造 然後沿用了英雄100的筆舌跟筆尖 還有筆的構型 那英雄100這邊也是跟 這支一樣是靠 摩擦力夾住 這支他有做三個金屬扣 有點類似LAMI2000 進去會有一個 卡的聲音 當然沒有那麼的緊 還是會有一點點可能會鬆開 然後裡面的塑膠蓋 裡面有一個塑膠蓋保持他的氣密性 整體而言是鈦合金 可是因為我不知道他的鈦合金是哪一種鈦啦 所以我覺得 就 參考 反正基本上 有鈦合金的好處 鈦合金的好處 第一點就是他不會 複� 他不會生鏽 本身重量 他不會生鏽 本身重量 也還好 因為他比本身的肉比較厚 這個比較薄一點 斜桿的部分讓我 聯想到以前 剛開始玩筆的時候 買英雄100 英雄100其實是 我 蠻有回憶的一支筆 我大概是2007年踩入 甘筆坑 因為我以前 不愛寫字 所以我的字很醜 那時候我剛好在 因為那時候 剛畢業找工作 然後我就去 家裡親戚的公司 在大陸 做台幹 那時候沒事 在宿舍 就是想說 早點事情做 那時候 就開始練字 我現在字也不是很好看 但是 我有時候煩到一些以前 課本上面的一些 筆記 還是有進步啦 多少 那時候在大陸做台幹 大概就是 總是要買筆 所以那時候在淘寶 還有中國港筆論壇 筆格那邊打賺 那大陸其實還蠻有趣的 可是我那時候去的時候 甘筆還是屬於一個 跟原子筆 並行的筆 的情況 就是 喝口水 那時候的甘筆 你還是可以在一般的文具店買到 而且不貴 我記得那時候好像二三十塊錢 人民幣 就有 然後 折台幣 一百一百多 然後墨水大概十塊錢不到 幾塊錢就有一瓶墨水 那種奇怪的牌子 然後那時候就進什麼 上海碳數 還是什麼 北京碳數 北碳 北京碳數墨水 那時候一瓶也才幾塊錢而已 那時候想說為什麼 那時候的台灣大概都是原子筆 中性筆統一天下 修爾的學生都是在用中性筆 或是原子筆 大陸那邊還在用港筆 為什麼呢 因為 其實中性筆跟原子筆 相對起來比較貴 你想想看嘛 一瓶墨水 這是三十 那邊那是五十 幾塊錢而已 差不多就是一個筆心原子筆的價錢 可是這瓶墨水你寫的量 一定比原子筆多很多 那邊的生活環境沒有那麼好 所以如果你是用原子筆的話 原子筆其實是需要很 照顧的筆 你要專門的筆帶裝著 因為原子筆只要掉這樣一敲 那筆尖歪掉 原子筆就可以掉 它是消耗性的 乾筆可以修可以整理 你如果今天不小心掉在地上 筆尖歪了 抱歉你去搬一搬 你可以把它再喬回來 所以乾筆是可維修的 所以乾筆對他們來講是一個比較 好的一個東西 他們還有一些很多變化型 像是有些 鄉下老人家 他們用的是自來毛筆 自來水 自動毛筆 就是一樣乾筆 前面是毛筆 那種 合成塑膠的毛筆 類似毛筆的型 亂頭 所以可以寫出一些比較接近毛筆字 有點像現在的 無足的那種 隨身毛筆吧 類似的東西 在大陸其實也蠻流行 所以那時候 在大陸也買了很多奇奇怪怪的 那在那時候的大陸大概比較大的牌子就是 永生 金星 跟 這一隻的母體 英雄 英雄也是那時候很大的一家 比產 那英雄100在那邊就是他們的 國產的 頂級品 但你現在買M800啦 買萬寶龍149 146 那個感覺 為什麼呢 因為英雄100對他們有一個歷史價意義 就是他們第一支超音感美的鋼筆 真的是超音感美 因為它是 參考帕克 51 的筆形去 反照的 而且他們 宣稱 在很多指標上面都比帕克51好 雖然我覺得那個是 屁話 但是英雄100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大陸那邊的模具很舊 所以它其實筆的量率很差 像剛剛提到 塑膠的筆桿 塑膠的臥位 很容易有很多瑕疵 筆尖 不正 像這個就還蠻 值得 有些 拿到是歪一邊的 或是筆尖有錯位的 那時候大家 會看到文具店有 但是基本上不太會買 除非你要拿來送人 那你會去哪裡買呢 如果你有在論壇 甘筆論壇打滾的話 大家都知道 你要去淘寶 他們有幾個 賣家是 上海人 他就在英雄筆場旁邊 所以他們可以去英雄筆場 幫你挑 我不知道他們是批貨來 檢查完再去退貨呢 還是真的去店家一支一支 你跟他們買筆 會比較貴一點 但是你可以保證你拿到筆 至少是可以寫 而且正常的 所以那時候也買了幾支 英雄一百 那寫起來手感就跟現在這支一樣 他是很原子筆的手感的筆 那 很日用 就跟剛剛提到日本筆 就是這種筆不是拿來給你 三不五十 超超 歌詞 寫寫 寫寫匪劇 之類的 他是拿來給你每天上班 做記錄 今天進貨 進貨 8601 100個 要900塊 之類的 每天大量做筆記用的 是 真正的工作用的 辦公室筆 那我覺得還不錯就是 你叫我現在去買英雄一百 我大概不會買 因為那個品質真的不是很好 那我很高興就是 末將可以把這些 就是歷史的筆 用 比較新的技術 比較新的 加工能力 去把它詮釋出來 不要再去超一些 現在還在賣筆 什麼波西米亞人 M800 那些筆現在那些產商就做得很好 雖然很貴 你去做一些 已經 做股的筆 那些筆 那些筆其實 不生產的原因有很多 但是不是因為他們不好 他們不好他們也不會那麼有名 但是他們可能因為加工比較複雜 因為利潤的問題 因為品牌的問題 他們沒有在做了 像我一直很喜歡的 西華的 Snowker 潛艇 帕克的真空 然後 然後 很多迪路式的筆 之類的 你去參考這些設計 去把它們重新的詮釋出來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不一定要去 做去反一些比較現代的東西 你可以去參考一下這些設計去做一些比較 把一些 舊的東西 重新再發掘出來 我覺得這也是一門生意 如果你有這個加工能力的話 好 好 那這就是我 最近的筆帶會帶的筆 這些筆帶就是每天上下班跟著我 上下班跑 因為我蠻喜歡這個筆帶的小小的 捲起來很小一包 所以丟在 隨身的測背包裡面不會很長空間 好 可能要訓一下筆尖是新的所以有一些角度會 刮但是出水的部分是OK的 出水的量 花八字 沒有什麼很明顯有非白的地方 就算 放半數字寫一些中文字的時候 出水沒有說太多也太少 那這是我正常寫字的速度 還OK 所以這支筆我覺得還不錯 可以考慮 白色的筆就是容易沾啦 所以可能用一段時間做就不會像現在看那麼新 但是我覺得那也別有一番樂趣 就是一種 揚筆的感覺 那羅文的部分他是用三 羅文的部分雖然是我比較不喜歡的細牙 可是 肉構出也沒有什麼play 有些羅文會有些鬆動 或是 那因為他有一個斷差 所以你轉到底 緊 就會有轉緊的感覺 你不會再轉下去 那我比較喜歡沒有斷差的筆 可是沒有斷差筆的缺點就是你很容易轉過頭 所以這支筆我是覺得 是還不錯的一支 筆 那 如果 不過有點貴啦 所以 有興趣的可以到Rose Pen 看看有什麼怪的東西 但是如果 沒有興趣的話 就給大家做參考囉 好 謝謝大家的收聽 謝謝大家的收看 現在我的 錄影設備差不多搞定了之後 我就可以開始來做一些 影片的部分 那我會慢慢把一些 像是 刀子 電腦啦 電腦啦 甚至一些3C用品 GoPro啦 的介紹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紀錄啦 就是我可以記錄一下我到底有什麼 跟我當下一些想法 那也許過個幾年回去看會不太一樣 但是如果今天不把它 講出來 記下來的話 也許 過一段時間就忘記了 換了打光之後發現還不錯 你的關折跟射擇也比較飽滿一點 所以今天的設計大我覺得還蠻好的 謝謝大家收看 拜拜囉 OK